我们看到画面中的几名游客 正在用手持DV摄像机拍摄临江的景色 却突然在镜头后方发现一个奇怪的物体 他们还在疑惑中 却再次发现远处的写字楼之间 迅速飞过一只入零生物 在游客摄录的影像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只铺着翅膀高速飞行的生物 从大小形态和飞行速度来看 很难与普通的鸟类联系起来 而在首都的目击事件中 影像这段街边监控画面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画面中的小巷里 几只奇怪的生物突然出现在房顶上 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冲过房顶消失在另一端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没过多久 两间屋子的中间 隐约出现了一只直立形态的不明生物 还是同一天 不同的地点 相似的不明生物再次出现 这些究竟是何种生物 又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城市中 相关调查已经全面展开 我们呼吁每一个 两间屋子的马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